对于这个黄金期好像已经是一个口号啦 那我们到底要怎样在黄金期呢 不要做错这个教养方面的部分 能够去提前帮他培养这个专注力呢 是的 好 那我们常常在尤其特别在三岁之前 孩子在这个所谓的专注力上面 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家长就会提到 到底就像上一次我们提到 到底是好动还是过动 还是说我的孩子怎么都没有办法专注太久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 培养孩子专注力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首先要去了解说 其实孩子他在好动的过程当中 都摸摸 吸摸摸 甚至呢在走路的时候叫他慢慢走 然后他就一定要跑 没办法冷静 是 对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零到三岁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要告诉爸爸妈妈说 其实这个阶段孩子是透过感觉 寻求感觉刺激在做一些学习 比如说我们从提亚杰的认知发展论来说的话 他就会特别强调说 0到2岁的孩子他是一个感觉动作期 是 那什么叫做感觉动作期 就是说他透过感官的刺激 感官的触摸 包含刚刚特别提到他会摸来摸去 他都摸摸 吸摸摸 他是在寻求所谓的触觉的一种刺激 他会喜欢跑来跑去跳上跳下的 他是在做一些前庭平衡的一种刺激 当这个孩子呢 这个动得够摸得够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反而就会能专注下来 但是如果说那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能碰那个也不能控 反而你会发现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丰富的感觉刺激 反而会影响他的专注力的一个形成 所以讲到这里有很多家长很容易犯一个错 我们很常很习惯的去抑制孩子 这个不要摸那个不要挖 乖乖坐好你要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做什么 他现在就是要去培养他的专注力 满足他的好奇心 这样想起来我们做孩子的mother 应该要好好检讨一下 是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做错了 是的 是的 而且根据很多国外的研究理念 其实0到3岁的孩子呢 你给他丰富的这些感官的刺激 反而会增进他的大脑发展 反而会让他变得更聪明更专注 所以应该多让给孩子有丰富的环境的刺激 感官的刺激 不管在触觉上面在眼睛的视觉啊等等 还有在动作上面 应该也给他一个丰富的一个量 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之下 然后给孩子多一些感官的刺激 让他接受这样的多元的感官刺激 在孩子的所谓刚刚一个丰富的刺激里头 那你不用太担心还是过于耗动 或是说还是过于喜欢多摸摸细摸摸 反而我刚刚提到说当一个孩子这种感觉刺激 到底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跟食量是不同的 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吃一碗饭就饱了 像大人也是一样 爸爸妈妈也是一样 有人半碗饭就饱了 有人需要两碗饭 那到底是半碗对还是两碗吃两碗饭的人对呢 事实上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只要吃饱吃营养就够了嘛 所以当每个孩子其实都不同的 他对于这种感官刺激 比如说一个孩子就喜欢跑来跑去 跳来跳去 那所以他需要的动作的量 他需要的刺激就会不同 就跟喝水是一样 有人喜欢多喝水 可能需要两三杯水 才可能止渴 那有的可能喝一两口 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在环境的这种 所谓丰富环境的刺激这件事情上面 也要因应不同因人而异 按照孩子的需求 本来有些孩子是属于动作派的 那就比较需要更多更多动态的所谓的一种刺激